满山风红点缀日本独有的秋日风情诗 不少游客喜欢来到日本东北体验秋天情怀 不过仔细一看 枫叶颜色似乎不像往常 记者实际走访福岛当地枫叶名胜 时间已经来到11月下旬 可以看到枫叶还是没有完全转红 日本夏季酷暑高温成为近年常态 连带影响到枫叶转红时间 东北地区原先枫叶时间落在11月上旬 现在因为天气变化 导致上风际跟着瞬移 当地民众表示 往常福岛的枫叶都只有整片火红 或者满山黄叶的面貌 现在可以一次看到色彩分层的样貌相当新鲜 也不是一次就全部全黄或是全红 就是有一点点黄一点点红 然后有一点点还没有红的感觉 不过福岛的秋天不只有红风箴雁 也是丘陵食材登场的舞台 结实累累的金黄成熟柚子 点缀秋天的色彩 日本的柚子又称作香橙 与台湾不同的是这种柚子味道酸甜 酷似柑橘深受大众喜爱 沾点蜂蜜配上腌渍苹果 或是入酒品尝酸甜滋味 甚至加点胡椒变身成与拉面绝配的调味料 柚子胡椒 日本福岛的秋天不只有缤纷的风红美景 也别忘了用味蕾记住福岛秋天的专属美味 近新闻离近马恩凯 日本福岛采访报道 立刻下载近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近善近美 近好新闻